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的曼曼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创新中国化 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话题,今天时间有限 那么我就简约的谈一下我的一些心得和想法吧 首先是时代的一个变化 我们所处的一个时代是一个科技文化日益更新的一个多元化时代 而传统中国化或存在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们很难像古人一样,闲暇茶余放后,丝苏画意,农耕木流 并且中国化经过几千人的探索之后,它已经很难被复制和超越了 其次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碰撞 我们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了 人们受到更多思想以及文化上的冲击 比方说日韩的动漫文化、游戏文化、宅文化 这使我们80以及90后都深受影响 有人说的好,当一件事情变成很多人都在做的时候 那将不是一个个别现象,那将是一个整体的社会现象 而这也是让绘画界深深迷惑的画坛整体动漫画的现象 有保守人士深深恐惧 但在慢慢看来,当一切新的事物发生以及存在的时候 我们应该吸取以及采纳起有营养的地方 使原本古老的中国化才会幻发生机,不是吗? 再者就是新的环境触发新的思维以及想法 还记得上一次视频里边我谈到的那个 问我来画披萨的学生吗? 当我面对的都是一群吃着炸鸡喝着可乐长大的孩子们的时候 很现实的让他们用笔用墨去画画的一个 可能就是要画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东西 不管是可乐,披萨,汉堡,还是美人鱼,甚至圣诞树 只要是用合适的绘画语言去表达清楚想画的东西 那就是处境和发展的中国化 最后的一点是艺术与多媒体的结合 这一点可能比较少有人谈到 我们的创作空间已经从二维空间向上维空间 甚至四维空间进行了一个转换 从一开始的小科德找妈妈这样的水墨动画 帮助姊妹向多媒体的电视媒体进行了一个转换 而之后的三维游戏以及三维水墨动画等等也是层出不穷 这一点慢慢就不一一举例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进行一些搜索 好了,那么今天我的主题就是到这里了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创新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一条路 是中国化 那么今天最后的时间里 我想花一点时间给大家画一张画稿 因为下星期就是万圣节了 我想在这里画一个万圣节主题的画稿 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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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